春风送暖,天朗气晴 我们迎来了一年中最为生机昂然的一天,春风 这一天昼夜平分,万物复苏 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气 在全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在贺族,我们祝福了一天的春日 地球变化了,东西开始变化 如我们的希腊朋友米哈利所说 春风在不少西方国家代表着春天的仪式 Agnes Kramp在春风Spring Aquinox这首诗中写道 Smell the moist soil that brings false juicy grain from its dark depths Hear how the river sings The waters nourish and renew Hear how the river s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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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希腊的传统中,人们会在春天来临的时候 在希腊的传统中,人们会在春天来临的时候 来到户外放飞风筝,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So, as Yuan Yuan, Pansy's Greek culture, so I am fascinated by Chinese culture And there is a Chinese poem I like very much, called A Spring Day 米哈利提到的这首《春日》是宋代诗人朱熙的名作 他描绘了阳春三月百花静放的美好景致 《圣日寻方似水冰》 《无边光景亦识星》 《等闲时得东风面》 《万极千红》 《总是春》 这朗朗上口的诗句伴随着春的气息 传遍了五周大地 《春分》是传承的文化 是世界共通的希望 也是万物的更新 让我们一起迎接春天 高兴设计划 和我们在舞台前面 这是很多的歌曲 我陆继至乎中国生姜 能源的人 和神仙之学院 是一件的兵器 因为我们会到这个小席 我极为小席 那这个爱情意 才能能读得到 如果卖有美好的 所以是一件事 可以表面